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况,第十七集流 啊,应该是第十七集没有错啊 看到我在这边戴着墨镜 然后戴着一顶这个巢帽 啊,然后坐在这个椅子上呢吃着眼前的大餐 旁边配着这个威士忌,还有这个sake 还有一个巧克力蛋糕当作甜点 啊,这时候大家问这个悟心说 哎呀,答答啊 这是哪里啊,为什么以前都没有看过这个地方啊 是不是偷偷搬家啦 嗯,其实没有 这里还是原本的那个家 只是呢,稍微重新装潢了一下 哈,算装潢啊 算是做了一个清格间 啊,总而言之等一下再提 上一集我们干了什么事情 上一集呢,我们跑去这个Mine Fantasy的最大型的地牢晃了两圈 啊,就是跑了两个地牢啦 那终于把这个Mine Fantasy最后的这个秘传的这个工程学蓝图给到手啦 所以我们今天之后的几集呢,就可以开始研究这个Mine Fantasy最后的几项学问啦 只是呢,在这个研究之前,我心中一直有一种想法 之前我们的房子的内装几乎等于零 大家也知道我懶得搞内装嘛 因为毕竟玩模组这种东西就是机器东西通通撒在房子里面 排列整齐会比较好使用 可是我后来想一想 诶,其实如果做一点清格间的话 因为你有格间的话会多一些转角,多一些墙壁 有了墙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机器或方块或东西塞在这个墙角 或许空间会比之前更多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反逻辑 就是塞了一些墙壁,把一些空间用墙壁塞完 但是呢,就会多出更多的平面跟面积来塞我其他的机器 所以说呢 最终就是搞成这样子啦 最终我们从正门这个 诶,我怎么又出来了 从正门进来的话呢 印入眼帘呢就是这个玄关 或者是这个入口大厅 一般那个国外的建筑物啊 从大门进来 眼前望去的就是楼梯 可以直达二楼或三楼 当然它是对称的,左右对称的 不是像这样子一上一下的 总而言之呢,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通通用墙壁贴起来啦 只是我已经这个 这个纹丝枯竭 还怎么讲 反正就是已经 已经没有梗了 所以我这个墙壁就随便乱盖 就是大体用石砖铺起来 然后上面用半砖这样子 来个通风透光的效果 刚好这个空间够塞四个灯 还蛮明亮的 然后我们上一集 我有去挖了一点这个强化木材 所以我就把它用一用吧 然后中间的话就不用那种 这种机械门 我们直接用这个酒吧门 你完全不需要推它 就是不需要开启它 你只要走过去它就会咔啦咔啦咔啦 就单纯是一种装饰啦 所以说这个墙壁的话看起来就像是一种 轻隔键 不是那种钢筋混泥土 而是用木板隔出来的小隔键的感觉 不过这样子隔起来的话呢 就不会一下子看完这个房子 你会感觉这个房子的大小深不可测 究竟有多大呢 让我们继续找到下一个房间看 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复合型的空间 就是放着我们的熔炉啊 跟这个食物用餐区 然后我把这个MyFantasy制作食物的地方 给搬过来了 独立出来 下面放牛奶啊 跟我们的汤匙啊 就是半层地 就是食物的完成地 还有cheese蛋糕 有的没有东西 然后呢再到第三个房间 这个就是我们的锻造室 啊 工匠房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有了一个墙壁之后 虽然说有了墙壁 可是也没有塞太多东西啊 我就把工具转了90度 放在这墙壁上 然后这边其实有大幅度重新设计过 就是关于这些通风管啊 这些熔炉该怎么摆 哦我真的是敲掉放 放掉再敲 敲掉 就是拆了又放放了又拆 拆了又放放了又拆 大概前前后后拆了十几遍吧 才终于确定这个造型 总而言之呢我们其中一个这个 crucible 干锅 我们调降一格 但取而代之的是呢 可以看到这边用楼梯放着 然后这边可以直接存取这个forge 所以就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垫高 然后爬上去 现在的话跟你等高 然后你放木炭在这边 点火也在这边 那基本上这个forge就只有这个作用而已 所以还不错啦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存取forge 然后旁边这个oven烤炉 我们取消一个剩下一个 之前另外一个原本想说是用那个 那个什么 钻木取火 引火 引火来这个生火 那引火的好处是它 加热的时间比较短 就是它可以燃烧的时间比较短 简单来说就是比较省材料的感觉 你只需要用木头就行了 可是后来想一想 其实煤炭这种东西现在有在挖矿了 也不缺了啦 所以我们以后通通改用forge 然后用这个碳粉去加热 碳粉可以烧比较久 然后温度只比木头高一点点 不会太高 所以就不会烧焦 所以也是可以啦 然后我把这个主要用的铁针移出来了 那之前都是贴墙壁 可是后来想一想啊 其实有些现实世界当中的那个 锻造坊的铁针都是摆在工作室的中间 就是走道上 因为那个火炉可能是靠墙壁嘛 火炉加热以后呢 一拿起来转个身 就可以放在铁针上 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把东西拿起来 放在这个铁针 然后夹起来到旁边 萃火 所以这个流程的话还算可以 所以我们把铁针移出来一个的话 就又省下了一个空间啦 我们的其他的东西都摆在这边 这个可以敲掉 对上一次我们 拿到了一大堆这个弹药 我已经把它通通清空拿去拆了 所以这些箭矢可以拆 然后拆到了一大堆的这个维雨 跟这个碎铁块 这碎铁块跟碎钻石块超级多 总而言之上次拆一拆之后 真的是获得了非常多的材料啊 还不错 好了那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吧 上一次我们取得了很多的这个设计图之后呢 我已经把它们都研究过一遍了 就是已经先研究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解锁了什么东西呢 有研究图的啦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主要都集中在工程学 像是什么自动干锅 进阶这个断铁炉 或者是这个进阶十字弓部件 这个也是进阶十字弓部件 跟黑钥匙炸弹外壳 跟黑钥匙地雷外壳 甚至还有这个水晶炸弹外壳 它是接在后面的 好像是拿钻石粉 钻石去研究吧 就可以解锁这个东西 那这两个差在哪里呢 黑钥匙因为就是外壳硬 所以它可以极大幅度的把爆炸的能量 集中在一个点 也就是呢它爆炸的范围会变小 就是radius会变小 但是因为爆炸的范围变小 所以它的那个破坏的能量 会集中在一个点 会对这个小范围的单体 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是黑钥匙的特性 那水晶外壳就是反过来 因为水晶外壳非常脆弱 所以爆炸之后呢 它的这个能量会瞬间就散开来 也就是它的爆炸范围会变得很大 这个爆炸范围会比之前铁匙外壳还要更大 那当然这个破坏的能量也会平分开来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有这个diamond shard 所以会附加一个破片伤害的威力 就是如果还没有加那个碎石破片之外 它这个外壳本身就已经有一些破片伤害的能力了 那再来还有铁锁 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cargoal suit 就是这个碗页啦 那这个可能摆在比较后面吧 就是制作一个工程学的这个 机动装甲 做成钢铁人的感觉 不过这是很后面的事情 今天的话 我想要来搞这个锻造学 还没有讲到锻造学 锻造学 锻造学 锻造学其实跟我们上次要取得蓝图没有什麽关系啦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先来玩锻造学 大师级的锻造 或者大师级金属 我们就取得了三种不同的宝珠 那我之前好像讲过就是这个书它有说 好像北方 南方 是这样分吧 就是往北走 遇到那个小地牢 或My Fantasy地牢的箱子里面开到的宝珠 大部分都是这个 这个Mithril 那如果是往南方走的话 我应该没有看错吧 再确认一次 它其实这个书上有写 反过来了 这边South region 南方的国家是Mithril 然后北方的地区 是这个Admantean Admantean 对Admantean 所以往北方走的话可以发现Admantean 往南方走的话大部分都是发现这个Mithril 是这样拍 那另外这个的话是Master 就是无属性的 那这个的话是到处都可以找到 就是不一定 所以我们找到这三种这个宝珠之后呢 拿上去用研究做研究 就可以解锁这个大师级的这个学问了 那解锁大师级的学问之后呢 还解锁了下面三种新的全新的最高级合金 这三种的话就是MineFantasy的顶点啦 最高级就是这三种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来研究它吗 不用 因为要研究的话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些合金 在此之前呢我想要来增强我们的这个断招的设备 刚刚我们有说我们解锁了这个自动干锅跟进阶 这个断铁路或进阶副局的这个工程学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做这个东西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自动Crucible 它的摆设方法跟原本的这个Firebreak Crucible是一样的 只差别只是要升级中间这个玩意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敲下来拿去做升级的动作 好Advanced Crucible 那它要拿这个四阶的板手 所以我已经先做了一把这个黑缸的板手了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花时间做板手了 卡拉卡拉卡拉 完成进阶版Crucible 所以理论上它应该就是放下去就可以用了吧 那它一样是要用Forge加温 它应该没有规定说要用特殊版Forge吧 根据它的说法是应该是跟之前的那个Crucible差不多啦 那差别在于它自带那个降温能力 就是你之后就不需要再用这个 红龙快点下来啊 之后就不需要再用那个模板 模具把这个金属给装出来 然后再拿去降温 噢 咕错 噢 噢 下 噢 哇 现在打这个红龙 就是成年龙很轻松啊 但是之后应该会比较容易出老龙 老龙的话打比较久 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赚这个龙心 所以刚刚讲到哪里 自动Crucible 自动在哪里 就是它会自动帮你降温 就是这样子而已 再来就做我们这个Advanced Forge 进阶熔炉啦 那这进阶熔炉它进阶在哪里呢 这个就比那个Crucible它更进阶一点 把它做出来再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就可以完美的取代我们原本这个石头Forge了 放着 那它一样是可以接收这个Bellows加温的 然后呢 我们在旁边放一根拉杆 那就是任何可以发出红石讯号的东西都可以 然后呢 这个木炭可以塞好塞满 通通塞进去都没有关系 多塞一点 塞好塞满 还可以再一个 通通塞进去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给它一个红石讯号 它就可以直接点火 然后就开始加热加温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来做你的锻造事业 然后如果你不想用的话呢 就把红石讯号取消 它就直接切断 就是多了一个开关的概念 那我们再把它打开 然后不过可惜的是它温度要重新开始加热啦 但是好处是你就不需要再用这个打火机了 非常方便 不晓这个东西适不适用于这个呢 让我来看看 放错了 感觉好像可以哦 对对对可以可以 因为它上面有那个温度 只是只差别在于我们这边可能要用碳粉 之后要烤蛋糕 烤有的没有东西的话都是要用碳粉 所以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进阶熔炉 好我们做出了另外一个Despense Forg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Forge放上去 这样子放上去 然后 再来一根拉杆 直接放在这边 会不会太挡路 放在上面 然后给它碳粉 放到进去 碳粉多放一点 然后 哦 这样子就点着了 这应该是不会影响到Crucible啦 然后把它关起来就可以直接降温 这样子真的很方便 因为以往的话 我们会担心说燃料的这个额外消耗 对不对 你放一个木炭就是一个木炭 你放一个碳粉 就是一个碳粉 烧到完 你如果没办法掌握说要烧多久的话呢 有时候会造成浪费 那现在很方便呢 就是需要用手打开 比如说蛋糕烤好了直接关起来 那保有燃料的话就很方便 好啦那我们终于把我们想要升级的东西弄完了 就是Forge跟Crucible部分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往今天目标迈进吧 假设我们今天要研究好这三种金属 如果能做出来的话 那我们首先的话 要研究这三种金属 我们必须做出这两种金属 就是研究嘛 我们都要先拿金属去研究 所以说 我之前呢就是拼命去挖 挖到了不少这个Mathic Wood 然后呢再拿黄金 跟银号 我记得我好像已经有了 那 还是说 我想把这个女仆 可是女仆这有附魔了 没关系 附魔这种东西 这个还蛮容易取得的 这个 这把剑虽然说很不错啦 但是我们现在 如果把它投资下去 再研究更高级的这个金属的话呢 这个 取得 这个报酬会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拆掉 拆掉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Mithril Bar 不过要研究的话必须把它转成Inget 所以也是要拿进去加热 那现在就是给它加温啦 这个加温速度 不不不 因为这个钉本来就少 来 哦 这个温度本来就需要很高 Workable 然后呢 关火 那这个是先放在一旁 我们先来烧一些这个Adamentium Adamentium 那Adamentium的话呢 它跟Mithril的这个配方 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差在一个是用黄金 一个是用银 所以说呢 我们 要烧多少啊 先烧 烧个三份好了 然后呢 哦对 这个也是要放木炭跟点火 欸不对 如果下面也是用Forge的话 我想到的是可以再拿一个Advanced Forge 我下面也换了Advanced Forge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用拉杆来点火 然后就可以加热它 看看是否可以用 然后我check了一下书本才发现 哦 它需要的Crucible居然不一样 它是要这个Mythic Crucible 但是其实这个MyFantasy它对于这个干锅的名字 有非常多种类型 它都没有把它统一 所以看起来会很乱 像是它什么Firebrick Crucible 就是或者什么这个进阶Crucible 它都把它混在一起讲 总而言之我猜这个Mythic Crucible 可能是我们之前发现了MyFantasy的小地牢 小地牢不是中间有一个Ancient Crucible 我猜那个就是所谓的Mythic Crucible 它这个名词真的是各种各样 所以我现在要try的是就是去Ancient Crucible 来试试看 不然的话也没有其他方法了 所以我把一些材料带一带 这个水可以带走 然后黄金 因为我目前还没用过Ancient Crucible 所以我不晓得它用起来顺不顺手 那之前发现的那个Ancient Crucible 这个挖矿的时候刚好有打通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 走到这个它的这个楼梯 倒下来这样就不用爬山了 好啦,这就是令人怀念的地方 然后 这一个的话 目前看起来是未启用的状态 那可能要先启用它 然后旁边都有这个类似像中介祭坛的玩意 搞不好放中介之眼会有所变化 不过在这之前我想要先 挖一条新的路 对,我不想要 也不是说绕远路啦 就是可以让我走的路更少一点 之前不是从这边下来吗 现在我们从那个地方下来看看 所以说我打算从这个地方往上挖 这边有好多方块 让我来把这个地方 铺一铺 挖出来就是这里啦 所以从这里到那边大概省了 二三十格的距离吧 有比较近就好了 好啦,那我们回去 我刚刚说什么 回去拿拿看终界之眼来玩玩看 好,那我们把这个终界之眼放着 因为仔细一看旁边这些都是MF方块 它不是完全的终界石 所以 放好了 然后 看起来目前还没有什么变化 有了有了有了 中间有轰轰通的 所以新增应该是启动的状态了 有有有,你看连这个火焰的颜色都烧起来了 所以应该是可以了吧 那 黄金 有诶,直接开始烧了 所以这等于算是一个祭坛 一个仪式 下面也不需要岩浆,不需要任何的佛局 它就会直接烧给你看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完成我们的Admentium 然后烧出来有直接是那个降温状态的 就不需要再用模具去 还要降温干嘛的 所以还不错 那我决定把这边稍微装饰一下吧 这边可能补一些黑曜石 那边补个岩浆 再铺一些玻璃 这样的话,这样子来回走也会比较好 这边也挖宽一点 挖个三格宽 稍微整理一下就是长这个样子 也不用,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啦 总的就是黑曜石铺一铺 然后用这个Mine Fantasy自己的框架玻璃 这种玻璃的话你不怕它敲碎 可是下面是岩浆啦,所以也是很危险 那这样子应该可以让它持续性运作吧 所以说我们Admentium Admentium它跟Mithril Mithril是相反的 Admentium就是重但是强忍,攻击力也比较高 所以我猜我之后可能会用到比较多这种金属吧 就多做一些这种金属 Mithril礦 应该估计就是要先做出这种金属 当然我已经在测试世界有先看过这个金属合金的配方 下面这三种合金的话 都是要拿这两种合金再合成上去 它在完成合成的时候呢 会有那个粒子效果 再看一次 黄金放上去 其实这速度也算蛮快的,有没有 在完成那个合金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那个有点像中介珍珠丢出去的时候的感觉 那我们先拿这些就好 这个场所就保留在这边 然后我们回去把它们转换成这个ingot,金属钉 然后就可以拿来做研究 哎呦,Mithril Inget敲 结果变成什么Mana Infused Inget 这个好像是那个 Thermal Foundation 所以它好像是跟Thermal Foundation的Mana Infused Inget是等价的 就是我们Thermal Foundation的Mana Infused 好像就等于这个Mithril Inget 没想到它都有记录在这个矿物词典里面 那我们就把它研究一下吧 那其实我们抽奖抽到了很多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直接拿着这个玩意儿点右键 这个功效就是瞬间完成研究 你就不用一直点 大家如果你有地狱之心的话 你可以做那个进阶版 Greater的这个玩意儿 那进阶版的就是无限次使用 那一样也是这个瞬间完成研究 我看你有多少研究 这个已经研究完啦 有没有啦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放这个珠宝进去了吧 No 还是说 哦,不是放珠宝 要放这个 中介珍珠 刚好对应了这个三大的这个 还有很多 每个都试试看 每个都试试看 Anderforge 这个是 Ignetium Smithing 加上这个烈焰粉吗 没有错 再是 鑽石 跟幽灵眼泪 总而言之呢 我们应该就解锁了最后三个最高级的金属 哇 那首先呢 我们一样从这个看好了 Methium 变成Ignetium 就是某种金属 某种合金的意思 Ignetium 那这个的话就是拿原本的Methro 这个Bar 去跟 碎鑽石 跟这个 幽灵眼泪 去合金化 这里比较特别的是 它 比较特别的是 它需要Master Walk Crucible 名字又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我知道的是 它是要拿 我们之前刚刚用的那个Ancient Crucible 再升级上去的一个最高级的Crucible 然后跟它相对 这个Methium的特性就是 它的金属的重量是 它自己模组里面最低的 就是 我们做成这个装备的话 都会有重量值 那用这个金属来做的话 它的重量值是最低的 然后强度的话也有 耐久度的话也有 那跟它相对就是这个 用这个Admantean 跟绿宝石烈焰粉做出来的这个 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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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变成这个Enderforge 就是融合两项优点 变成中庸之道 它不会两个都拉很高 变成取中箭的感觉 就是它的攻击力次之 然后这个重量也是次之 就是融合两者的优点 但是也不会到很夸张就是了 所以说呢 我们已经解锁最后的金属了 我们要用哪一种金属呢 先把女仆的武器还给它好了 其实我把女仆的衣服也拔掉了 因为我要做那个Forge 需要用黑缸 我们黑缸用光了 我就把它衣服给拆了 没关系之后做一套更好的装备给它 现在的话我们做一把新的武士刀吧 那...武士刀 尽量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那个... 很难念的那个金属 所以我们需要拿这个烈焰粉 烈焰粉好多哦 把这东西放的这些都已经用不到 那再来是更多的绿宝石 跟更多的这个Admantian 然后我们要去想办法 这个启动Master War Crucible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三种宝珠和... 合二为一 三合一 那打一下 就会把这三个宝珠就像拼图一样 刚好可以拼抽在一起 变成一个这个Ancient Trilogy Trilogy 那这个东西的话它不能研究 但是它可以用来升级我们的Crucible 所以我们再去刚刚那个Ancient Crucible一次 好了我们到了 那我们就... 拿着这个玩意儿 对了它点右键 哇 哇 那就升级成功啦 我们就得到这个... 你看看那个 右下角写的 Master Ancient Crucible 就像我说的 My Fantasy作者把Crucible的名字 分成了好几种 Master Ancient Crucible Master War Crucible Mythic Crucible 还有什么Ancient Crucible Advanced Crucible Auto Crucible Firebrick Crucible Stone Crucible 名字超级多 但是最终的话其实就只像那两个 就是同一个Crucible可能有两个名字 像是这个Master Ancient Crucible 它也可以叫做Master War Crucible 很复杂 很复杂 总之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这个 我们... 我们以求最高级的合金啊 比如说我们试试看 然后加上两个这个Admantean 应该是这样子吧 开始在烧了 没意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制造出这个... 这个玩意儿 只是它只能二换一耶 这个倍率有够那个 好吧,既然我们要做武士刀 123456 6个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这个金属钉 好的,热腾腾 但其实冰凉凉的这个... 6个线程的金属钉做出来啦 最高级最高级的合金 让我们直接拿回家做一把卡塔娜试试看吧 好,那我们就来加热这个金属吧 它的Workable温度要3000度 不晓得够不够 来,打开这个Advanced Forge 然后这个加热速度应该是非常快才对 然后这个Bellos最高温就只能这个到2700度 但是听说... 喔,有有有有有.... 回想看哦 好,现在3000度了 好,Workable了 把它拿起来 Workable 好,这样子应该可以 然后刚刚想说要不要Dragon Forge 還不用,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做鎚子跟重鎚子 我發現我每次都忘記搞這個鎚子跟重鎚子的事情 剛剛差點也忘記了,所以再衝回去再做了4個金屬錠 好啦,那我們現在做這個普通的鎚子吧 那應該就是這樣子放 好,這個要怎麼敲呢? 說到敲幾的話,其實我有發現一個萬不一失的方法 萬無一失的方法,各位想知道嗎? 那其實這個方法是可以很無腦的敲這個配方 但是會非常的麻煩跟累人跟拚運氣 不是說運氣,就是可以很無腦,你可以完全不看運氣 但是你必須要去篩選這個配方 比如說,你就是我們放好一個配方之後 就左鍵敲一下,右鍵再敲一下 這個中間的那個指標有沒有回到原點? 沒有,好,那再重來一次 好,看好那個中間那個標點在哪裡 左鍵敲一下,右鍵敲一下 沒有回到原本的位置,那再重來一次 這是什麼原理呢? 就是My Fantasy它每一次敲東西的配方都是完全隨機的 它會隨機從 隨機生成一個配方給你 好,這種方法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不會像 Teraformacrit那樣子 會有那個固定的公式可以依循 My Fantasy完全就是隨機 但是,壞處就是像我這樣子發現的 你只要重刷一次,一直重刷重刷重刷 你就有可能刷到我現在這個配方 你會發現我左鍵敲一下 右鍵敲一下,會剛好回到原本的位置 也就是左鍵跟右鍵的這個移動距離是等量的 這種情況下就是完全無腦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完成 完美品質的啦 然後呢,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它沒有寫耐久度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 Unbreakable 什麼意思,就是 完全不會壞的錘子降臨啦 那Unbreakable的特性呢 只限於最高級的三種金屬 就是這三種金屬做出來的工具啊 裝備啊,武器啊 只要你能敲出這個就是 那個完美品質,S開頭的 那它的耐久度就是無限 Unbreakable 所以這個就是Endgame的 Endgame的金屬啦 最完美的這個狀態 所以說我們再來敲這個 大錘子吧 大錘子的話是 木頭皮革跟這個釘子 嗯嗯嗯 好,反過來啦 好,那一樣你也可以試著用我剛剛說的完美方法 好,但是如果你覺得你技術夠 而且沒什麼耐心的話呢,你就可以 自己想辦法拼拼看 好,那這個應該也是 完美品質,然後一樣是Unbreakable 所以我們最高級的兩把錘子都做出來了 那這個Mithril的 你就可以把它拆掉了 順便回收那個珍貴的Mithril金屬 那這個之後就可以拿去做我們網上的合金了 好啦,那我們終於可以來做這個Katana了 重新加熱之後呢,放入一些煉粉 讓它溫度穩定一點 然後加熱到很高的溫度 然後呢,放入龍心夾起來 放進鐵針裡面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開始做事情了吧 然後呢 因為我不曉得是不是要開著熔爐 所以我們熔爐先不要關,讓它火開著 因為我怕關起來之後它就不算了 所以我們就趕緊來做這個Katana吧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要注意這個火 讓它火不要斷掉 因為我怕火如果一關起來的話 它那個熔心的效果就會消失 然後我們要趕緊來做這個Katana 哦,龍生出來了,我們來看一下 有,有完美品質,然後也有Dragonforge的 太好了,那把火關掉 然後生出龍來了吧 那我們出去試試我們的新的武士刀 紅龍士吧 來來來,認不認得這武士刀啊 哦,一下就扣了一半的血 哇,普攻一次就掉好多血啊 爽爽爽爽 那個之後再給它附魔的話威力應該會更強 然後因為它是Unbreakable的 所以這個無限耐久度再也不會壞啦 所以我猜之後拿它去做就是比如說裝備啊 應該也不會壞 然後就給它穿在女僕身上或者是玩家身上 就再也不用擔心這個會不會壞的問題了 非常讚 好啦,那今天的話 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花了蠻多的時間在研究這些金屬的事情 其實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升級的這個Forge啊 還有這個Crucible啊 然後也跑去研究這個Ancient Crucible 甚至把它升級成這個大師級Crucible 最後來做出了我們My Fantasy 最高級的這三種金屬的其中一個 那其它的話什麽Anderdrag 或者Anderforge 或者是Methrium 這個的話之後再看看吧 它們彼此的耐久度都是可以變成Unbreakable的 性質差別就在於可能重量或者是這個攻擊力上的差別 所以之後再看看吧 那這邊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來女僕你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它換成箭的樣子 這個Dragon Forge的造型比平常還要更加的不同 那就醬子啊 謝謝大家 拜拜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